近日院线电影鬼力在山西近城黄城相府景区举办开机仪式 出品人人计划导演吕京协主演李书航 李牟 邱云鹤 启明珠等一同亮相启动开机仪式 在成功运作并领衔主演了在雨中 昔日战甲 鬼娃 片甲不留等院线电影后 电人李书航人气飙升 口碑深受业内人士好评 据李书航透露这是一部以恐怖片的拍摄手法 来讲述一段跨越时空爱恋的虐心爱情故事 其实每部戏都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都累 因为对 今年的确是没休息 和我老总说 片甲不留的时候 不光是这些职位 还有导演也是我 编剧那种累了 比这种更累 但是那个就是一个地方扎一段古装戏 这个是来回穿插的话的确是突破以前那种风格了 但是我坚信这部戏会好 因为这部戏是鬼娃第二部 就是今年2月26号上映一部鬼娃嘛 那部戏也是我做的 票房还算非常好的 鬼力我相信只能比鬼娃更加成功 这次将破除以往恐怖片故事情节单一 纯靠音效光影技术淘巧的穿透固有模式 全新打造一部旧历史人文情怀 家国戴的惊悚故事片 这部呢 就是从这个年代戏截止到了现在 就是一直对师妹的那种爱是一直是不离不弃 就是坚守 做到了坚守这个层面 那么就是我觉得不光是戏上边 就是戏下边我也会对师妹啊 对我们的演员会这个更加的照顾 最近影片将于2016年底完成拍摄 2017年在全国院线与观众见面